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增的數位五倍券加碼 搭配上信用卡可以讓你的回饋更大化喔 Hello HNi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數位五倍券在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增上面的加碼 數位五倍券其實分了很多種包含的信用卡、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增 之前跟你們分享過有關信用卡加碼 今天要來跟你們詳細分享有關於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增的部分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我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說你想要透過多閱讀來增加財商的話 金週刊呢現在跟我推出了獨家的訂閱優惠 如果說你今天是訂閱紙本就可以想要26期1599元的優惠 相當於原價的五二折 除此之外還會在額外送你瑞士國鐵的帆布萬用包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訂閱電子雜誌的話 可以想要38期1599元的優惠 相當於是三八折的折扣 除此之外呢 一樣可以想要瑞士國鐵的帆布萬用包 如果說你最近想要多增加一點財商的知識 但是又不知道從何開始的話 金週刊這次推出的優惠就非常適合大家 今天的拍攝日期呢 是9月18號 那在今天的時候呢 還是有部分的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增 並沒有公告詳細的內容 所以呢如果說你想要知道更詳細的內容的話 我會建議你去我的部落格裡面查詢 裡面呢都會不定時的進行更新 今天呢會來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主要是以已經公告的內容為主 如果說你本來就有在利用行動支付的習慣的話呢 我覺得綁定行動支付會是一個不錯的方式 因為呢你可以利用行動支付搭配信用卡 讓你的回饋再往上疊加 首先第一個行動支付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台灣Pay 台灣Pay的加碼其實在前幾支影片都跟大家提過 你今天找綁定五倍券 在前33萬名可以想要800元 33萬名到50萬名之間呢 只是可以想要500元 而50萬名以後呢 通通都可以想要300元的加碼 所以台灣Pay的綁定呢 保底就是有300元的現金回饋 接著第二個行動支付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橘子支付 你今天找綁定五倍券 利用橘子支付消費的話 都可以在額外想要10%的零用金回饋 每個人最高的回饋上限是500元 他總活動期間所提供的預算是100萬 如果額滿的話呢 就會提早結束 橘子支付會在9月22號的早上9點呢 開放綁定 我這邊推薦兩張綁定橘子支付 可以想要回饋的信用卡 首先第一張是凱基摩拜卡 可以想要8% 而第二張是玉山優貝爾 可以想要5%的現金回饋 接著第三個行動支付是 iCache Pay 那他的活動呢 其實跟iCache2.0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這邊就並在一起跟大家分享 你今天找綁定五倍券呢 就可以想要20點的OpenPoint回饋 那他是限量前5萬名的名額 如果說你符合前5萬名的資格 利用iCache Pay 或者是iCache2.0消費的話呢 就可以在額外想要5%的OpenPoint回饋 每個人最高回饋上限是250點 除此之外 如果說你今天是利用iCache Pay 或者是iCache2.0在7消費的話 就可以在額外加碼5%的OpenPoint回饋 那一樣呢 每個人的回饋上限呢 是250點 所以啊如果說你把他回饋都拿好拿滿的話 最高可以想要520點的回饋 但是啊如果說你沒想要520點的回饋 然後前5萬名的名額的話呢 後面的加碼 通通都是拿不到的喔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綁定iCache Pay的話 我這邊會推薦你 可以綁定凱基的模範卡 可以想要8%的現金回饋 接著下一個行動支付 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接口支付 你今天找到綁定5倍券呢 就可以想要100元的 接口幣回饋 那他是限量前2萬名的名額 而他會在9月22號的早上9點 開放登錄 我這邊推薦兩張綁定接口支付 可以想要比較高回饋的信用卡 首先第一張呢 是凱基膜拜卡可以想要8%的現金回饋 而接著第二張呢 是花旗現金回饋 plus泰金卡 新戶的話 這次可以想要10%的現金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透過連結申辦的話 就還可以在額外享有 獨家的手刷的優惠喔 接著下一個行動支付 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悠悠富 你今天找綁定5倍券呢 都可以想要現金的回饋券 那他是限量前1萬名的名額 所以呢 這個活動並不是直接提供回饋給你 而實際你今天利用這些現金回饋券 去消費的同時 在額外拿到一些回饋 他現金回饋券的內容包含了 雖然說這個活動並不是直接提供現金回饋給你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就在利用悠悠富消費的話 我覺得他提供出來的回饋也算是還蠻不錯的喔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綁定悠悠富消費的話 我這邊會推薦兩張信用卡 首先第1張呢 一樣是凱基膜拜卡可以想要8% 而第2張的則是 符合低銷條件的話 在禮拜六 我只是可以想要6%的現金回饋 接著下一個行動支付 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 你今天早在9月26號之前 綁定5倍券都可以想要100點的Line Point回饋 接著呢 如果說你今天是新戶綁定的話 則是在額外加碼100點的Line Point回饋 而如果說你今天又有在使用共同綁定的話 最高則是可以在額外加碼200點的Line Point回饋 它的共同綁定就是每增加一個人的話 就會在額外多得50點的Line Point回饋 所以啊如果說以上條件都符合的話 最高就可以想要400點的Line Point回饋 Line Pay Money比較特別一點就是 它是限時不限量的 所以啊如果說你不是那種很想要搶名額的話 或許你可以考慮看看Line Pay Money 接著如果說你今天Line Pay Money 綁定的OU數位帳戶的話 符合條件最高就可以在額外加碼675元的回饋 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聯邦銀行NuNuBank 或者是元大銀行符合條件最高 只可以加碼500元 而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台新Ritual 符合條件最高只可以再加碼188元 那關於最詳細的部分啊我都會放在下面資訊欄 或者是呢都可以到我部落格裡面去瀏覽觀看 接著要來跟你們分享是有關於電子票證的部分 首先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一卡通 你今天找綁定五配券呢符合條件 消費滿5000塊的話就可以在額外想要500元的 儲值金回饋 他呢是限量前1萬名名額 而他的條件呢就你今天必須呢 擁有LinePayMoney的帳戶 除此之外你的LinePayMoney必須以銀行的帳戶綁定 並且呢開啟自動儲值以及呢自動儲值交易查額的功能 而且你還必須儲值一元以上的金額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綁定王道銀行的千丈金融卡的話 則是在額外加碼300元的回饋給你 那他是限量前500名的名額 而以卡通的部分啊我這邊會建議你可以綁定自動加值有回饋信用卡 像是中信的英雄聯盟卡 如果說你今天是搭乘大宗交通運輸工具的話 自動加值可以想要2%的現金回饋 或者是你今天也可以綁定聯邦賴聯卡自動加值一樣也是可以想要2%的回饋 接著要來跟你們分享的是在於悠遊卡的部分 你今天老是前1萬名綁定的人 則是可以想要300元的回饋 而1萬名到3萬名之間呢 則是想要200元的回饋 而3萬名到4萬名之間呢 則是可以想要100元的回饋加碼 如果說你今天在10月6號之前綁定的話 就會在額外加贈3000元的現金回饋券 那他是限量前2萬名的名額 他的現金回饋券內容包含了 網購買1萬送1000的現金回饋券兩張 以及3C百貨滿5000回饋500元的現金回饋券一張 還有呢 藥局美妝滿1000元回饋200元的現金回饋券兩張 以及呢 超商超市滿200元回饋100元的現金回饋券一張 我這邊會推薦你可以綁定悠遊複自動加值可以想要回饋的信用卡 像是呢星光銀行的星光三月聯名卡 自動加值可以想要10%的回饋 或者是你也可以綁定JCB悠遊聯名卡 如果說有搶到名額的話 一樣也是可以想要10%的現金回饋 好那以上就是有關於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證的資訊 因為部分的行動支付以及電子票證 詳細資訊都還沒有公告出來 所以沒有辦法拍一個最完整的影片給大家 這邊先跟大家說一聲抱歉 但是呢如果說你今天是要綁定行動支付或者是電子票證的話 記得要去選擇 可能可以讓你回饋更大化的方式 像是行動支付就搭配信用卡 而電子票證的部分 你一樣可以搭配信用卡 因為很多信用卡在於自動加值的部分 都可以在額外想要回饋的疊價 那其實這個部分我之前都有拍過影片 如果說啊 你們不知道要搭配哪張信用卡在於行動支付 或者是自動加值上面可以想要回饋的話 都可以去看一下我以前拍過影片 這樣子啊都可以讓你的回饋更大化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影片要來跟你們分享內容 如果說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話 都歡迎你們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影片又跟你們分享到這邊 如果說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你喜歡或訂閱我 記得開啟小鈴鐺才不會做我每支上線片 喜歡關注我更多生活動態 歡迎Follow我Instagram或是按讚粉針 也可以叫會員幫助我創作更多金美優點影片的訊息 我們下再見囉 BYE BOO 從9月18號開始我相信大家都有發現 就是我一直在發有關於5倍券的 詳細影片 因為呢尤其在數位5倍券的部分 大家應該可以了解到他的 優惠是相對來說比較複雜的 因為像是銀行就那麼多間 然後除了銀行之外呢 還有行動支付 除了行動支付之後 還有電子票證等等 那除了電子票證之外呢 還會有加碼券的部分 所以其實 數位的5倍券要拍的東西會比較多 那如果說你一次看的話 可能會覺得有點複雜 所以我想要把它更有系統一點 像是 信用卡的部分就分開講 那有行動支付跟電子票證的部分也分開講 那下一支影片會來跟大家分享 不限名額的 數位5倍券的加碼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是不喜歡搶名額的 所以之後我會再拍一支不用搶名額 也可以拿到回饋的方式 這樣子相對起來 我覺得綁起來大家也會比較輕鬆 那我自己 我會比較傾向 就是我會綁我自己真的常用的信用卡 我不會想要說 為了這個回饋 而特地去綁那張自己不常用的信用卡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用起來也綁手綁腳 你會想說 這個回饋好嗎 或者是自己很不常用的話 我覺得這樣子反而 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所以我應該還是會綁定自己 的主力卡 像是 永豐銀行 或者是中國信託 我應該 會從這兩間裡面去 挑一張綁定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對我來講 我也不需要 額外說 為了這個五倍券 我要去 額外消費 其他我不常用的信用卡 我覺得這樣子 不是一個 對我來講 並沒有到那麼好 當然 你們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消費習慣去選擇 你要怎麼去綁定你的五倍券 因為五倍券這一次呢 是 你綁定之後 就不能再 更改你的主意 就是你是沒有辦法反悔的 所以在綁定之前 你要先去 刪斥一下 那 這次數位五倍券 比較好的一點就是 你在四百萬名前綁定了還可以再額外想要五百元的好食券 那五百元好食券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蠻需要 畢竟 秘食未貼嘛 就是你 都還是要吃東西以後 不管你是要去 餐廳吃飯 你要去夜市 你要去高餅店等等的 都可以利用好食券來折抵五百塊 五百塊的餐費其實也 不算少 你就是要 你知道 好好把握那個 快狠準 畢竟前四百萬名我相信大家應該 一開始可能會覺得很多 但是 台灣人有 兩千三百萬 所以 你要搶在四百萬之前也是要 你知道手腳很快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還有其他需要補充的話 也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或者是跟大家討論喔